下贤之一眼梦的名字不必多说 正是无惨根据其技能索取的名号 下贤之二鹿炉 所谓鹿炉就是提取井水的起重装置 摇转手柄 使水桶一起一路 即可提取井水 工具人寓意一目了然 下贤之三病叶 一为残败之叶 恰好有一种植物病害名叫叶枯病 感染叶枯病的植物 与病叶的脸非常相似 推测正因为如此取名病叶 下贤之四鲫鱼子 鲫鱼子在现实中是一味草药 胃甘性温无毒 或许象征着它的胆小 并且鲫鱼子还是不要 食用后饥饿感会消失 这一点无疑预示着鲫鱼子的悲惨结局 下贤之五类 唯一一个使用自己人类时本名的下贤 可见无惨对其的宠爱 下贤之六腑叶 腑就是波的意思 叶则是日本传说中 一种类似于西方奇美拉的生物 最早记录于中国的山海经 后被化用于平家物语中 它拥有猿猴的相貌 离得身躯 老虎的四肢 蛇的尾巴 没有翅膀却能飞翔 贬起来就是身在腑中的叶 下场可想而知